中文字幕志愿者 更多精彩内容 敬请期待动物界的化学家 神奇动物有新知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科学动物园 首先呢让我们掌声欢迎 咱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 我们的科学点评专家 黄建斌老师 黄建斌 北京大学教授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很高兴能又来到科学动物园 和大家一起分享知识 了解自然 我是北京大学的黄建斌 希望我们在这里 得到一个满意的知识之旅 谢谢黄建斌老师 今天我们的好奇心观察员 还是美丽可爱的丁熙小姐姐 欢迎丁熙 丁熙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社交节目中心主持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同样你好 我是丁熙 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动物界的化学家 好像给我们一般人的印象 动物跟化学没有什么直接的关联 但是大家仔细地想一想 很多物种能够延续到今日 就足以证明他们在求生方面 有着自己独特的本领 可以对抗严酷的大自然当中的竞争和环境 有些动物天生擅长逃跑 有些动物天生擅长观察周围的一举一动 还有一些动物呢 他们通过给自己长出厚厚的骨骼 来帮助自己躲避天敌的侵扰 但是另外一些动物啊 那真的是非常厉害 人家已经上升到了从物理防御 到化学防御的状态之中 那么丁熙参与过我们这么多期节目了 现在到你贡献自己知识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了 一说到动物界的化学防御 化学家你能想到哪些 在咱们科学动物园 我学习到了很多呀 但凡带臭字 臭用 对吧 臭大姐 但这些呢 肯定都是在呢 遇到危险的时候 散发这种臭气 让这个敌人的寸步难移 那咱们问问黄建斌老师 有一些动物 它们居然能够诞生出化学防御机制 其中的道理是什么呀 肯定更大程度来讲 还是由于它生存的环境决定的 因为物理的无论攻击还是防御 它取决于它的身材和它的相关力量 一个娇小的身躯 还要有这个复杂恶劣的环境中能生存 那就需要我们的化学力量 好 下面让我们进入到万万没想到环节 本环节中 三种神奇动物将会用一句话标签来自我介绍 线上的云观众根据兴趣度为它们投票 最终按照票数从低到高的顺序 揭开今日动物来宾的神秘面纱 它们的一句话标签分别是 我是会制造醋酸的化学家 我是度物界的社交绝缘体 我是能毒死毒蛇的毒师 请云上观众进行投票 下面我们按照排名由低到高的顺序 请出马上要出场的神奇动物 它是 我是会制造醋酸的化学家 这种动物出名不靠长相 靠的是独门绝技 它究竟是谁呢 一起来看看吧 掌声有请我们的神奇动物推荐人 叩红如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生态学博士生 大家好 我是叩红如 在我们身边的角落里 在森林公园的树叶下 可能会隐藏着一种神秘又怪异的小生物 它不就是鞭蝎 鞭蝎 外观古怪 蝎子的钳子 蜘蛛的嘴 还有着老鼠一样 又细又长的尾巴 它是古老的节制动物中的小型月食者 据记载 在三亿五千万年前古生代的石碳剂 就有其化石 鞭蝎出名 不只靠长相 让它扬名在外的 是它尾部喷醋酸的防御习性 就像一位精通质酸的化学家一样 它腹部末端的尾边肌部长有腺体 能够快速分泌出高浓度酸溶液 当受到干扰或者侵害的时候 鞭蝎会进入紧背状态 此时会翘起腹部 尾边呈现上举姿势 从泻体急速喷射出 带有醋酸气味的液体 浓烈的气味 既可以逼退捕食者 也可以在自己被控制时 分散掠食者的注意力 趁机逃脱 如果喷射的再精准些 恰好喷到掠食者的身上 会对其外骨骼 具有一定的腐蚀作用 这种液体主要成分 包含84%的醋酸 和5%的辛酸 不仅有很刺鼻的气味 还具有一定的腐蚀性 醋酸也就是乙酸 为食醋的主要成分 作为一个山西人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使用醋酸是粮食经过发酵生产的 食醋的醋酸含量 一般为5%左右 工业醋酸则用化工原料生产 含有有害杂质 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 配置不同的浓度 浓度不一 用途广泛 而边歇居然可以喷射出 浓度高达80%以上的 醋酸液体 那醋酸的威力 究竟有多大呢 下面请大家 跟我来一起做个小实验 验证一下 大家好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场外 大家跟我一起来做个实验吧 首先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实验器材 包括我们的贝壳 烧杯 还有我们的醋筋 刚才我们说到了 边歇所分射的醋酸溶液 它的醋酸的比例是84% 而对于我们实验当中 如果说要用84%的醋酸来做实验的话 会对我们的鼻黏膜造成一定的损伤 所以在这里我们用相对安全的醋筋 它的醋酸含量是30% 边歇它尾边肌部喷醋酸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腐蚀 昆虫的外骨骼 而我们外骨骼的主要成分是几丁质和蛋白质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 接近于这个成分的就是我们的贝壳 所以我们就用贝壳来做实验 首先我们取三枚贝壳放到烧杯当中 我们将醋筋溶液倒入烧杯里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醋筋需要没过我们的贝壳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烧杯当中的醋筋液体 在不断地腐蚀我们的贝壳 在冒着细小而密集的气泡 接下来就让我们慢慢等待吧 三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最终的实验结果 首先我们从烧杯当中 加取我们的贝壳到我们的小碗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贝壳已经被腐蚀了一个大洞 这只是30%的醋酸 而80%的醋酸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我们可想而知 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我 继续到野波厅了解一下 鞭蝎的补食技能吧 鞭蝎视力起差 属油裂型 咒服夜粗 拥有一对粗壮有力的熬汁 一对威力强大 且长有几次的前状处织和四对部族 其中第一对部族比其他部族细长很多 部族上面的感觉毛 有感知周边信息定位猎物的作用 可以说第一对部族就像鞭蝎在黑夜中的拐杖 这也是对它们眼睛退化的补偿 在寻找猎物和日常爬行中 这一对部族会以灵活的不断摆动 它似乎找到了机会 正在慢慢靠近猎物 突然它发起了攻击 一对触之张开成前状 分别且住了猎物的两端 此时猎物不甘示弱 想要振脱近骨 而鞭蝎也越战越勇 利用熬枝展开疯狂攻击 猎物逐渐被压制了 开始不再反抗 并且失去了活动能力 直接鞭蝎用熬枝 把猎物的身体狠狠地撕开 并吐出酸型消化液 对其进行组织外消化 整个损息期间 鞭蝎的触之不断配合熬枝活动 而猎物的整个身体 逐渐被损息干扁 仅剩下躯壳 此时鞭蝎已吃饱喝足 由此可见 我们的化学家鞭蝎 不仅具有尾巴喷醋酸的化学武器 还有口吐消化液的特技 而和鞭蝎有着同样特技的 还有一个它的远房惊喜 熟悉哈利波特的小伙伴们 可能还记得这样一个桥段 贾木迪教授也是死咒时 手中拿着一只可怕的怪物 是不是很像鞭蝎呢 但鸣蝎又没有鞭蝎的尾鞭 而这种怪物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存在 这种可怕的生物叫鞭蝎 也因其像鞭蝎却没有尾鞭的缘故 被大家亲切地换作无尾鞭蝎 鞭蝎虽然不具有鞭蝎一样的尾鞭和可以喷醋酸的 线体 但同样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用酸的化学高手 狩猎时的鞭蝎会通过熬汁把口气中的酸性消化液 涂抹到处置的尖刺上 这些巨大的覆盖着酸性消化液的尖刺 狠狠地插入猎物的身体里 不断地溶解昆虫的外骨骼和内部器官 这意味着猎物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消化了 怎么样 是不是鞭蝎的这位远房亲戚也很厉害呢 不过呀 还是堕了一条尾巴的鞭蝎 更符合化学家的身份了 是精通质酸的化学家 也是主杖盲行的游猎者 会用尾巴喷醋酸的微型怪兽鞭蝎 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新知 谢谢大家 扣洪如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是鞭蝎 这动物一听就极其凶狠 带着鞭子的蝎子 是吧 丁锡 我好害怕 我特别害怕什么独公 蝎子 蜘蛛什么的 就是说我想请教一下老师 我们有没有可能碰到这种鞭蝎呢 那如果说我们是一不小心让它不高兴了 一言不合 它就朝我们喷这个醋酸 我们应该如何来应急处理呢 它真正喷醋酸液体的这个剂量是非常小的 所以对咱们人来说基本上是无害的 如果说它不小心喷到了眼睛的话 咱们还是要尽快地去处理一下 清水清洗一下就可以 好 黄老师请对寇洪如老师跟我们分享的鞭蝎内容进行点评 非常精彩的内容 醋酸这个东西尽管它有强烈的气味 但更重要的它是对粘膜进行危害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保护我们的眼睛 我们也看到了靠老师做这个实验 这个贝科也受到了严重的捕食 我们的科学实验中我们都用28%到30%的醋酸来做的 这个能力范围内的醋酸 对这个比较坚硬的这种碳酸概念的这个物质 都有很好的腐蚀能力 我们这个主角边界很伟大 因为它能产生80%的这个含量的醋酸 醋酸是我们老百姓说的 化学名称叫乙酸 它可以说是一种百用之酸 在化工的领域中它是太有用了 它可以做生物医药 染料 还可以做合成纤维 橡胶 油漆和涂料的这个溶剂 包括我们电影胶片中的主要都是由这个乙酸去做的 另外一般来讲在28%左右呢 它就有一定的腐蚀性了 而这种动物它能够产生这么高浓度的80%的 开玩笑说 假如它产量真的很大的话 比我们这个化工厂这个成本如果还低的话 它还真是一个极其伟大的这个化学教 好的 进入答题环节 停 请出题 以下题目由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博士罗欣宇提供 图片中哪个动物与边蝎的亲缘关系更近 A 后 B 蝎春 后跟边蝎亲缘关系近 不能吧 海洋生物 来 丁锡 这道题难不住我也难不住经常看我们科学动物园的观众朋友们 所以那个完全不搭界的那反而是近亲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大象和这个蹄兔完全不同的画风 它们是亲缘关系非常近的 还有比如说这个海豚和马也是近亲 所以这道题咱们往不靠谱了去选 选A 那您的选择 我的选择也是A 关于这道题就是我们乍一看就是看蝎春它的长相 就是感觉跟咱们边蝎很像 它也有茄子 茄子状的那种样子 也有细长的尾巴 它的尾巴也不是说是跟边蝎一样的尾边 它是它的呼吸管 因为它经常生活在水边 所以它就需要有一个呼吸管 另外就是咱们看那个A选项后 就看起来它是圆圆的 然后下边又尖尖的 然后看起来好像是跟边蝎找的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它本身也是有六段富足 然后其中第一段富足也是熬枝 然后就是看契缘关系的话 一般情况我们是要考虑到它的分类地位 后它是属于熬枝亚门的枝口缸 然后我们的蝎春是六足亚门的昆虫缸 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边蝎 也是熬枝亚门的 它是猪形缸 所以在这个亚门级别 它是跟我们的后是一样的 所以它俩的亲缘关系更近 好 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A 后 黄老师请进行点评 生物类的所谓的亲缘关系 更多的是指达生物学的分类上的所属 由于它的进化的原因和环境的原因 它往往展现出来的东西 可能被我们人类会误认为是什么样的 上枝啊 这个熬啊 要看它本质是什么 尽管它外观不那么相像 根据它的基本结构和它的基本功能属性 这样推论之后就可以了 好 请出第二题 以下哪种动物和边蝎一样 也会制造酸性液体 A 射炮不假 B 狐蜂 来吧 丁锡老师 A嘛 它是一种比较容易排气的一种昆虫 细细来探究 这个排气里面都有哪些元素呢 它有这个氢气 对吧 有硫化氢 有氨气 有氮气 有氮氧化碳 对吧 它形成了这样一种气体 对这道题选择的是B 像胡锋能排酸性液体 来 寇老师 这道题我就跟丁锡老师不一样了选的 我选择的是A 关于这个呢 咱们也经常听大家说 在自然界呢 不同的生物 它是会互相有联系的 不是单一存在的 它之所以能够繁殖生存下来 都是依靠它在遇到天底的时候 它要有自己的一个制胜法宝 就比如说咱们的甲鞘类动物 它是有坚硬的外壳 而对于酷叶碟来说 它是有自己的拟态 然后呢 对于A选项 它是可以排出一些酸性的物质 然后呢 对于咱们B选项的狐蜂 它是排出碱性的毒液 所以这道题我选择的是A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 A 热炮不假 好 黄老师请补充知识 我们对这种体积较小的动物的观察呢 很大程度一开始呢 并不是那么细致 因为它的液体量并不大 但是我们首先闻到的是 这个液体散发出来的这个气味 实际上它是这个液体 所以我们必须说 这个动物这个很神奇 有些是专门放酸性的 有些是专门放碱性的 还是有它在一定的规律 跟它身体机制有关 好 请出第三题 请问怀孕后的磁边珠 会折服多久 A 一个月左右 B 两个月左右 好 来 丁锡老师 我觉得这个不会太久 它的整体的这个寿命啊 没有那么长 所以它不会用这么久的时间 去携带着宝宝 我觉得应该算 少一点的那个 一个月左右吧 嗯 靠老师 嗯 这道题 我又跟丁锡老师的答案不一样 我选择B 学校 两个月 磁边珠是具有血卵行为的 边珠妈妈会把小边珠的这个卵 放到自己的腹部这一块的卵囊 然后它会在这个怀孕的期间 为了防止它这个宝宝被碰到碰伤 它会慢慢地折服两个月之久 并且这这两个月期间呢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绝食的状态 嗯 等这个小边珠孵化出来之后 会爬到妈妈的背上 然后等它经历过一次褪皮 变成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编柱的状态的时候 它才会独立生活 离开妈妈 嗯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 B 两个月左右 好 请黄老师为我们补充知识 刚才靠老师提出了一个名词叫 血卵行为 这个有血卵行为的这个动物 往往呢 包括它们的成体和它们的幼体都是相对比较弱小的 比较容易受到自然界的攻击的 所以宝宝要多呵护一些藏在身体里 出来之后呢 它像正常的动物一样还要经历一次褪皮 所以这个期间呢 它要算上在妈妈的这个身体 这个被保护下的一个行为 所以它周期一般是这个比较长的 好 由寇宏如老师分享的鞭蝎 成功入住动物心智图鉴 接下来要出场的动物是 我是动物界的社交绝缘体 它们拥有可爱的形象 却只是和远观 想和它们接触 必须三思而后行 今天它们会上演怎样有趣的小故事呢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刘山 北京自然博物馆讲解员 大家好 我是刘山 今天我要介绍的这种动物 它的臭名早已流传在外 堪称动物界里臭的代名词 臭幼 它的样子看起来和平头哥蜜欢有点类似 都有着标志性的黑白相间的斑纹 但是从分类学角度上来看 臭幼却和平头哥差别蛮大 臭幼属于臭幼科 生活在美洲 是一种体型小 皮毛浓密的食肉动物 它们白天在洞穴睡觉 晚上出来活动 它虽然很臭 但这也是最令它值得骄傲的 一道独门秘籍 当然 这位化学家可不会轻易地释放出臭气熏天的化学武器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化学家是如何施展绝技的吧 这位化学家 只要是被它们发现的都可以当作食物 它所经过的地方 动物们都对它避而远之 因为它们那强烈的臭味 一不高兴 喷射出来的液体都有相当难闻的臭鸡蛋和尿液混合体的味道 这也难怪 天敌不得不和它们保持安全距离 就像狮子 狼和狐狸 这种体型较大的动物 在无法找到其他食物的情况下 也很少会冒险去捕食臭鸡 看 这头美洲狮盯上了这只臭鸡 看了又看 美洲狮心里肯定在想 怎么会是它 还是别招惹它了 算了 走吧 美洲狮无可奈何地走开了 其实臭鸡的化学武器不太常用 毕竟合成一次不太容易 因为它们的线体装载量 只够发射大约五次 想要再次使用 就需要等十天左右的时间 没有了臭味 手无寸铁的臭鸡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所以迫不得已的时候 臭鸡才会使出杀手锏 绝对不会随便浪费它的臭味泡弹 一般情况下 当臭鸡感到自己受威胁的时候 它的第一反应不是开炮 而是把黑白相间的大尾巴竖起来 还会用前脚像打鼓一样使劲跺脚 有时候还会用前腿倒立起来 样子十分好玩 它这么做是为了发出警告 看仔细了 我可是厉害的臭鸡 不要招惹我 如果来了想欺负它的动物 知道臭鸡的厉害 就会悄悄躲开 不去招惹它 这样一来 臭鸡的炮弹也就可以省下来了 孙子说 善用兵者驱人之兵而非战也 臭鸡这个小家伙可以说是深得兵法精髓了 但是真的把臭鸡惹急的时候 那就是他决定使用武器的时候了 他会将尾巴朝向攻击者 并释放出三米左右长的化学物质 三米内更是百发百中 可以看得出来 在漫长的演化之路上 臭鸡在命中率上面 是下了苦功夫的 因为肛门两侧的臭鸡体突出 像两个小炮台 最厉害的是 这两个炮台 也可以像真炮台那样转动 从不同的方向开炮 这样 无论敌人从哪个方向来 臭鸡都可以打中它 而臭鸡分泌出的这种流性化学物质 就像催泪瓦斯一样 这种分泌物不仅会造成伤害 还会灼伤受害者的眼睛和黏膜 是因为里面含有一种 叫做流醇的化合物 不过这种化合物在空气中 不久就会被氧化为 无味的黄酸 而且这位臭臭的化学家的臭线里 还分泌了一种叫做 缩酸流醇质的粘性物质 缩酸流醇质不容易被氧化 它还能长期黏在其他动物皮毛上 一旦遇到潮湿天气或沾水 就会发生水解反应 再次释放出流醇 所以被臭幼攻击过的动物 都有几个月过去了 身上还是总带有一股臭味 看来小小的臭幼 想让攻击者对它终生难忘 再也不要碰它 这个绝技确实够狠啊 但是臭蛋也不是臭幼唯一可用的武器 当臭幼遇上同类 牙齿和爪子也会成为它们最锋利的武器 在深秋时节 每当臭幼准备过冬的时候 它们会四处觅食准备过冬的粮食 而且还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洞穴 一个合适的洞穴可引来同类来争夺 激烈的争夺战即将拉开帷幕 这只入侵者跳到了洞穴守卫者的背部 想用牙齿咬伤对方的脖子 毕竟是食肉木家族成员 臭幼的牙齿比较锋利 这可以说是一次致命的攻击 通常来说 一次小打小闹 就可以解决领土争斗 可这次是一场生死决斗 臭幼选择誓死一战 看这两只臭幼扭打在一起 都是用自己强有力的腿脚支撑跃起 从而攻击对方软弱的下腹 以及重要的器官 无论情况有多危急 这两位化学家 似乎都没有要释放化学武器的意思 因为他们深知释放臭蛋 恢复起来时间会很长 所以只是在对方的皮肉上撕咬 经过了几轮的奋力拼搏 最终入侵者还是争夺失败了 入侵的臭幼为了保存面子 凄厉地叫了几声 自己不占理 就灰溜溜地走掉了 洞穴守卫者 可以安全过冬了 但是入侵者就未必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臭幼这个大家族 还在不断发展壮大 个头虽小 能量却很大 他们的口号是 别来招惹我 我会让你记住我的 臭味中的天花板臭幼 就是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 神奇动物新知 谢谢大家 丁熙 你看 你一开始就举出了臭幼的例子 这回刘山老师跟我们分享的 就是臭幼的知识 现在又到了你 定言定语的时间了 我有一个疑问 说这个臭幼很有意思 它老是去占别人的窝 它自己不去打窝 那么你出去捕猎了 对吧 我就把你的窝给占着了 然后它就会释放 这种浓郁的气体 也就是说本来窝的主人回来了以后 但是由于这个窝实在是太臭了 所以只好拱手相让 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我想问问刘山老师 本来这个臭气 其实对于同类之间 可能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因为它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它早就适应了这样的环境 所以如果这个洞穴已经有这个臭味了 可能对它来说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 那如果这个臭腺分泌出来的这种物质 喷射到它的眼睛或者口腔里面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适的症状 好 黄老师 请就刘山老师刚才给我们分享的臭腰的知识 进行点评 刚才我们说那个上一位推荐人讲的 这个醋酸呢是百用之酸 那这个可以说是万臭之少 臭腰释放的气体呢叫硫醇 其实严格说瘤唇有很多种 它放的是最臭的最顶级的叫乙瘤唇 那这个有多臭呢 就是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臭的东西 比如说臭豆腐 那根本就不是一数两级的 在我们化学实验室就是 谁要是放个瘤唇 没有人不知道 甚至外边人都知道 它冲吸几十亿倍 好像大概精确的说是28亿倍 还能对人家清洗的闻到 极其不舒服的这个感觉 但它很容易被氧化 所以它不是个持久的臭 还有一类的 大家可能很熟悉这个名称 叫刘化青 尽管它是臭鸡蛋气味 但是高濃度的刘化青 还是对人产生不可逆的 黏膜损坏的 甚至可以让你终身 丧失这个嗅觉 这个是很难去掉的 刘纯呢 它的生理危害性并不是非常大 它顶多就是让人家血压下降 心动过缓 所以这个臭鸡这个动物呢 还是很讲武德的 虚拟一下 让你血压下降 心动过缓 不来攻击我 然后臭那么一会儿 就完了 所以人家还是很讲究的 真是一个臭之大者的 臭中的大侠 接下来进入答题环节 停 请出题 以下题目 由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博士后 善绍杰提供 以下哪种动物 不会闻到臭幼的臭味 A 蛇 B 每周雕骁 来 丁熙 是鸟不会闻到 还是蛇不会闻到 我觉得自然是公平的 因为猫头鹰 它的这个实力已经很强了 它的视觉也很棒 大眼睛 眼睛的夜视能力也很强了 所以很自然而然的推论 就是说 它的这个嗅觉肯定是不强的 对不对 所以说这道题 肯定选择的是猫头鹰 来 刘山老师 这个我和丁老师选的是一样的 选的是B选项 就是美洲雕骁 对 其实大部分的鸟类 嗅觉都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这个有一部分 鸟类还是保留了这个嗅觉的 比方说爱吃腐肉的这种鸟类 对 可能是它这个嗅觉这个功能是没有减退的 但是其他鸟类就像刚才丁琪老师说的 视力已经非常好了 就可以捕捉猎物 但是嗅觉这个功能呢 就相对来说弱一些 所以我选择B每周雕骁 天之道不不足而损有余嘛 来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B每周雕骁 好 来 请黄老师进行点评 我得夸问一下我们丁老师 这是出发点中间过程结论全是最大 这个鸟类它确实是就像我说的 这个损有余补不足 那个晴空万里 它在天空里飘 它要在这种没有参照体系中 如何寻找到我的食物 体察到我的危险 所以这个锐目如鹰 那闻什么味呢 所以退化了 而且这个猫头鹰 就是这个 我们今天介绍这个主人公的天敌 你不就是臭吗 我闻不着 对吧 你跟文王辩论 它不听你的 另外呢 刚才也说了 有些鸟类还是有很好的秀与的 它为什么 它要下地 它地上有它的这个食物 它就必须要迅速感觉到你的气味 所以一切都为生存而发展 好 请出第二题 请问臭幼宝宝出生多久 会散发臭味 A 出生时 B 出生一周左右 来 丁熙 这就是传说中的臭宝吗 原来真的有臭宝啊 但是我觉得 咱们也不能让这个宝宝刚出生 就臭臭的 它肯定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酝酿 它才会产生这种浓郁的 且持久的这种臭味吧 这道题啊 我们给臭幼宝宝一些时间吧 选择 七天的时间 您的选择呢 臭幼宝宝在刚出生的时候 它的防御能力基本上为零 而且它是又聋又瞎的这种状态 只是靠它的这个臭幼妈妈来帮助它 臭幼妈妈肯定是有这个臭线的 这个发育完全的 这个臭线的功能 可以保护它 所以我也跟丁熙老师选择的一样 就肯定不是出生的时候 它有这个放臭气的能力 肯定是到一周之后 所以我选择B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 B 出生一周左右 好 请黄老师为我们补充支持 臭幼分泌的这个臭味的 这个化育物质 我们刚才说了流醇 或者准确地说是乙流醇 这种气味很容易被氧化 所以这种这个物质的产生 在母体当中来讲 它是没法先期发展的 所以它只有进入到自然界 真正以这个个体存活的时候 才能开始发展 那我们要想喷出这个高度的流醇 需要它的这个身体发育 有一个阶段 一般是需要一个周期的 所以它必须需要七到八天 同时呢 这段时间整体来讲 它都是一个很被动的 就是靠母体来保护的 这种化学武器的生成 它就像那个打游戏 要憋大招一样 它得憋一段时间才能够长出来 好 来 请出第三题 臭幼主要依靠什么进行交流 A 嗅觉和听觉 B 视觉和触觉 来 丁熙 朋友 我先问问你啊 咱们节目中啊 是不是给大家介绍过一种 很萌很萌的小动物 叫做香鼻眼鼠啊 你还记得吗 你不觉得这个臭幼和 咱们给大家介绍的香鼻眼鼠 长得特别像吗 不像 差太远了 我觉着长相 但凡是长成这样 基本上视力都不好 所以这条题 有此判断 靠的不是视力 听完了丁熙丁熙之后 我觉得 我得缓一缓 缓一缓 来 刘山老师 一定不是这个视觉 这肯定是A选项是肯定对的 这个嗅觉以及听觉 其实臭幼确实是视力不太好 刚才咱们提到过 它的臭幼宝宝 刚出生的时候 又龙又虾 那是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 即便它长大了成年了之后 它也是视力确实不太好 认家门的这个功能都很差 它基本上是靠它的嗅觉 来认家门的 正确答案是什么 正确答案是 A 嗅觉和听觉 来 王老师 请进行知识补充 我们不能看眼睛大小 来判断 这个视力好坏 对不对 这个神枪手 好像都是小眼睛 对吧 大眼睛它容易聚焦不准 就是开玩笑 但是另外臭幼 确实它有它的特殊性 就往往有好多东西 叫我们老说 久而不闻其臭 它深处万臭之手 仍然能够保持高清晰度的嗅觉 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 都有个顿化现象 就老在一个领域里 我们的这个器官呢 包括我们的仪器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它就会不敏感了 人家臭幼 既能够杀敌退敌 同时自己依然能够享受各种滋味 就是还是希望我们能够 从中分享科学道理 好 今天由刘山老师 跟我们分享的臭幼 成功入住 动物新竹图间 最后要出场的动物是 我是能毒死毒蛇的毒师 它有着双重身份 一面是令人敬畏的环保卫士 一面是让动物绕道而行的毒王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掌声有请 我们的第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苏亮 科普工作者 参与编写 物种一百 生态智慧 黑龙将卷 大家好 我是苏亮 我今天演讲的背景 为什么会是甘蔗田呢 我呀 先不告诉大家 卖个关子 每当提起癞蛤蟆这个词 大家一定都不陌生 田间地头 小区公园 经常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那么您有没有见过 体大如蓝球一般的癞蛤蟆呢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 海蝉厨 他在动物界 可是鼎鼎有名的化学大师 也是化学界的绝命毒师 为什么海蝉厨这么有名呢 不仅是因为他毒师的身份 还因为他有一段特殊的经历 海蝉厨本来很低调地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蝉厨 一直表现得人畜无害 可是树于静而风不止 某一天 一群海蝉厨登上了这辈子都不曾想过的飞机 来到了一座美丽的岛屿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 表现完美 成为了英雄 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陆续征战了世界上更多的国家 地区 以及岛屿 本一风光无限 虔诚似锦的他 却突然变成了臭名昭著的阶下球 这是为什么呢 还要从他的大胃口说起 一只海蝉厨通常体重能达到三千克 它的体型可以长到15厘米以上 甚至有机鹿可以长到38厘米 后腿展开 甚至达到了50厘米以上 如此大的体型 可想而知它平时有多么的能吃 而且它们几乎不怕任何食肉动物 海蝉厨不具备逃避被捕猎的能力 但可以与捕食者同归于尽 这位化学大师 保护自己的方法 就是制造一系列的毒素 它的皮肤干燥且带有油力 背后有着更小的线体负责生产毒素 毒液就通过这些小孔渗出皮肤 它们皮肤上的线体 能分泌一种叫蝉厨毒素的乳白色液体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海蝉厨往往会先吸气 把自己骨成一个球 用突然变大的体型来恐吓对手 如果这招没用 它们就会去挤压毒线 排除毒液 到了特别生气的时候 把毒液喷溅出去 喷射出来的毒液毒性很强 稍不注意导致心脏衰竭而死 这不 这位善于用毒的化学家 在面对巨蜥 鳄鱼 蛇等大型动物时 也毫不畏惧 它们可以吞食海潭蜀 但海潭蜀也会让它们付出代价 很多时候两败俱伤 比如这条头部长有黑斑 通体微黄的捕食者 内陆太盘蛇 甘蔗田里滋生的老鼠 是太盘蛇钟情的美味 因此多少年来 甘蔗田也是太盘蛇 喜欢出没的猎场 面对可口的食物 太盘蛇从来不会客气 它们悄然接近目标 瞬间献上致命一吻 老鼠往往未经挣扎 就弃绝身亡 研究人员曾经做过测试 内陆太盘蛇一口释放出的毒液 可以杀死20万只老鼠 比响尾蛇毒性强300倍 约相当于眼镜王蛇的20倍 内陆太盘蛇 是世界上具有最强毒性的蛇种 然而 在与海蝉蝠的生死较量间 这位毒蛇绑上名列前茅的太盘蛇 非但没有成功捕获海蝉蝠 反倒被海蝉蝠毒死了 从此 海蝉蝠便有了蝉中毒王的称号 看到这里 您是不是有个疑问 海蝉蝠这么毒 为什么这些国家 还要把它空运过来呢 这是因为 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 都会种植甘蔗来提取可食用的糖 但是大面积种植甘蔗 总会受到各种昆虫的迫害 使甘蔗大面积减产 人们想到了引进海蝉蝠 来吃甘蔗田里面的昆虫 得以提高甘蔗产量 这也就有了开始提到的海蝉蝠 坐飞机的由来 从此以后 也被叫做甘蔗蝉蝠 名声大振 不久之后 很多国家都纷纷效仿 引入了海蝉蝠 并放养到甘蔗田里 然而来到澳洲后 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 他们的生存 温暖的气候 使得他们可以快速大量繁殖 而且他们产卵的数量十分庞大 母蝉蝠一次可以产几千到三万个卵 有时一年可以产两次 相比之下 本土的蝉蝠 产卵数量少多了 就显得弱爆了 海蝉蝠繁殖量巨大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从一百桌枝变成十五亿枝 又加上 他们身带毒性的化学武器 很快就横扫澳洲 这片甘蔗田地区 大量的取食小型生物 小到昆虫 大到镊齿动物 只要能吃到嘴里的 它们都不会放过 它们不仅吃掉了甘蔗田里的生物 还把当地很多珍稀特有的物种 大量吃掉 导致当地很多野生动物数量 急剧减少 更无奈的是 想吃掉它们的动物又被毒死 在这片甘蔗田里 只能孤身一群了 从此 这位甘蔗英雄急转直下 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为此 当地政府也在积极地采取措施 政府鼓励农民们组成捕猎队伍 趁夜深人静 一个个围捕他们 捕捉的海蝉橱 最终被政府统一收购 集中处置 大部分实施了安乐死 还有就是杀幼 在海蝉橱分布区的水域内搜寻 一旦发现蝉橱卵 直接捞上来不让它孵化 甚至还提倡将捕获的海蝉橱 放到冰箱内冻死 让海蝉橱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死去 这种做法相对比较人道 从这里不难看出 引入非本土生物一定要慎重 不然就会造成生物入侵事件 因为本土物种经过千百年的演化 已经形成生物链 任何一个物种的加入或者退出 都会对生物链造成巨大破坏 是坐过飞机的这地卫士 也是能让毒蛇一命呜呼的毒师 身带剧毒的化学家海蝉橱 这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神奇动物薰知 谢谢大家 见到这种动物我们是不是应该躲得远一点 咱们在中国的野外是见不到的 如果在某些地方见到 用手去拿去触摸 其实完全没有问题 它不会轻易失望对它毒液 并且它的毒液其实 不弄到口腔 不经用眼睛 不接触到粘膜这类的地方 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洗洗手弄干净就可以 就是见到这种玩意儿 最好不要有什么大胆的想法 好 来 丁熙 我还是有一种大胆的想法 就是像这么厉害的海蝉橱 那它有没有天敌呢 真的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在原产地的时候其实是有一定天敌的 但是因为刚刚到澳洲 在澳洲本土的这些生物 还对它没有太多的办法 但是已经是几十年的时间了 然后有一种叫做澳洲水鼠的一种生物 我从你背上攻击你 对吧 你身有很多的毒 没有办法 我可以把你翻过来 把肚子抛开 我把你内脏吃掉 内脏没有毒吧 所以现在等于说是海蝉橱 在澳洲是有天敌吧算是 好 请黄老师进行点评 我们说毒害呢 一般就是止危害或者致死的量 它并不是那种很少的量 就能够产生巨大杀伤的 那么它的危害速度或者发生方式 也是很慎重的 很多动物都会有一些气味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有恐吓性 它这个好像是重新要跟你同归一进似的 你要不给我逼到山中水地 它都不轻易地去释放 所以更多的给我们提起的关注就是 我们一定要对动物 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不能看起来好像很温柔 好像是很人畜无害 我们就去贸然地去做一些行为 所以我们说呢 这个跟前面两种 它不太一样 它不是靠这种化学武器 去恐吓 威胁对方 别碰我 也很厉害 而这个感觉就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要治我 咱俩一起走 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来讲 还是要对大自然有敬略之心 我们那个做什么事情呢 要做慎重知己 科学考量 否则呢 我们的自认为聪明的一些举措 可能会给我们的社会 带来很多的威胁 黄老师今天也是妙语连都啊 行 进入大题环节 看一看今天会有哪三道题 请 请出题 以下题目 由东北连野大学 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连培博士 韩兴志提供 请问海蝉蝠是从哪个阶段开始有毒的 A 蝌蚪 B 幼蝉 丁锡老师 我现在快说思索 好像一般蝉蝠的蝌蚪是没有毒的吧 但这个不一样 这是海蝉蝠 而且我看到这个海蝉蝠 我有种怕怕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它个儿好大呀 就是那种肉肉的那种感觉 特别壮 所以这道题相信我 从蝌蚪开始 它就是个有毒的宝宝 是吗 苏亮老师 这道题我选A 小时候家里养巴西龟 春天的时候 池塘里边缠出的蝌蚪非常多 捞回来我看肚子里全是肉 尾巴什么肉 很多胃龟非常非常好 然后喂完我的巴西龟以后 整个的爪子都肿了 肿了跟熊掌是厚厚的 持续了最起码只有半年以上的时间 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食欲都不是特别好 应该就是这种中毒的表现 好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A 蝌蚪 好 黄老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这个海蝉蚪这个动物呢 还是很有特点的 它蝌蚪时就有毒 它是这个两栖 它在这个水里完全是有毒的 但它到陆地之后 还有一个诱体的阶段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诱蝉 这个时候确实无毒的 所以它相对有点奇怪 它是毒不毒 让你知不着我到底是啥时候有毒啥时候不毒 所以它那个幼蝉的时候 是它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因为它的母体也不能给它给予很强大的一个保护 好 请出第二题 野外生活的海蝉蚪 从蝌蚪到成年需要多久 A 一年左右 B 二到三年 来 丁熙 你挑一下吧 是一年还是两到三年 海蝉蚪那是经历大风大浪的吧 没有那么多时间给它准备吧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就要接受这个大自然的挑战了 所以它应该是比较快的就成熟 您的选择呢 所长老师 这道题我选B 海蝉蚪成体其实没有那么快 就是成体需要看它的生活环境 生活温度 包括食物的充足 这些东西都是对它成年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吧 一般情况下在野外的话 海蝉蚪真正的达到成年就所谓的性成熟 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才可以 那它的蝌蚪长得长得最大 那蝌蚪能长得多大 海蝉蚪虽然很大 但是它的蝌蚪很小 真正右蝉登陆的时候也就一个厘米之头 很多的蛙类其实蝌蚪大 登陆会大 但整个蝉蚪这个大类登陆的时候其实都不大 所以蝌蚪不会长太大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B 二到三年 好 黄老师 它为什么这么慢呢 海蝉蚪它也是蝉蚪 它是两期生长 两期生长的动物的成长期必然会长一点 因为它有一个水域的生长 而水域生长中它那个进食能力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捕食方式 那所以它一般体身体都比较小 它到陆地之后二次生长就肯定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好 请出第三题 那么高啊 四十二度 反正我们四十二度都不行 所以我觉得这道题咱们就选高一点这个温度吧 好嘞 四十二度 苏亮老师 大部分的两期动物其实都承受不了太高的温度 但是海蝉蚪不一样 它的适应能力非常非常的强 就是相对比较耐汗 又比较耐热 所以就是在四十二度的情况下 咱们不说长时间的在四十二度的情况下 就是它是可以活的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B 好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B 42摄氏度左右 好 黄老师请为我们补充知识 这个要给大家知道的问题呢 其实严格的时候还得了解这个海蝉蚪的昨天今天和这个未来 这个它是在热带 它是在热带这个起源地 是热带雨林的 所以它原来生长的温度就比较高 它原来从热的地方涨起 它能耐高温 主要是它这个抗湿水能力特别强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 它到新的环境中 它的生存能力才比较强 温度变化 高了低了 我还都凑合 然后也局勿那个大量湿水 我也能忍受 所以这个 这还不仅是一个毒湿 这是一个战湿 好 谢谢 谢谢黄老师 今天由苏亮老师跟我们分享的海蝉蚪 成功入住动物性质图鉴 今天这三种神奇动物 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大自然在漫长的道路当中 让不少动物为了生存下去 获得了奇异的本能 这些本能也许对他们来说 就如我们喝水吃饭一样简单 但是在它的深层次秘密当中 我们却能看到 这个生物界的复杂 好 非常感谢 我们的三位神奇动物推荐人 也谢谢黄建彬老师 谢谢丁锡老师 让我们下期科学动物园 再见 我们下期科学里面